哈喽啊 各位好啊 阿波主又来了 今天我来试试这个日本的口粮啊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战斗口粮二型啊 这是一个日本自卫队 路日本路上自卫队师团演习的一个口粮 这应该不算是一个军用口粮啊 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演习吃的时候的一个那个口粮啊 不算是野战口粮 咱们看一下这个日本的野战口粮呢 是那个绿色包装的绿色包装的 另外最有日本特色的就是他那个米饭是用一个金属 米饭和菜都是用金属的铁罐装的罐头 我之前曾在日本的亚马逊上看见过 但是后来我一算他买那个价钱啊 买的时候400多运费400多到手了800多块 而且因为是金属罐头海关不一定能进来 所以说我就没买 后来我看见了一下这个啊 后来我现在来试一试 这个它是一个猪肉的盖饭啊 这是日式的猪肉盖饭 其实日本口粮没什么吃头 你看它这个东西就和超市 那个买的真空包装的自热米饭是一样啊 一盒饭 然后里边有上一个勺子啊 然后一个就是一个猪肉的盖饭 啊我早上翻译了一下 因为我不懂日文 我就顶多看看日本的电视剧 还是翻译过的啊 所以说我翻译了一下 这东西配料包括猪肉酱油糖类 然后就是一些配料 长葱啊 长葱就是日本的大葱啊 然后就是这个大蒜 丝粉丝粉丝粉是什么粉 我也不知道啊 这是这些东西啊 呃 酵母什么的还有一些配料 呃 这是一个日本风味的盖饭 我来把它热一下啊 这后边有它这个加热方式 倒在热水里煮25到30分钟啊 然后呢 就是主要是为了热它这个米饭啊 我来把它热一下 好了 各位 现在我把它煮好了啊 煮好之后 整个软啪啪的后边就已经全软了啊 这个标签都煮没了 一加热全都没有了 他看到后边有一个最佳赏位期 2018年7月啊 我还在最佳赏位期以内啊 吃着没有过期 啊 现在咱们来看看 我把来把它这个打开啊 终于又吃到没过期的军粮了 打开它 这个四口在哪里 四口在哪里 哎 小鬼子不给四口啊 四口在哪里 没有四口 看它一下 好像这么有小口 四口啊 小鬼子不给四口啊 哎 这儿有四口啊 咱把它撕开 撕开它 打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这个里边 有一个木头的勺子啊 给了我一个木头勺子 小鬼子给了我一个木头勺子 然后就是 它里边盖饭摸的汤汤水水的 哎 有一点点固体 然后就是一盒白饭 一盒米饭 啊 米饭 我觉得这个这个东西 用微波炉加热一下 也是可以的呀 这就是微波米饭呀 啊 包装米饭 就是这个东西 好吧 我们把它打开 哎 呦 这玩意儿 还挺结实啊 你还挺结实 好吧 咱们直接用刀啊 直接用刀把它划开 好了 看啊 就是一个木头勺子 啊 该给了一个木头勺子 米饭可能热的不太软吧 尝一口 还行 软了 就是一般的白米饭啊 没有任何味道的白米饭 咱把这个米饭动一动 没有别的味道 就是白米饭 没有任何调味 打开 这是一个 里边有 里边有猪肉啊 里边有猪肉 倒出来 没有了啊 就是这一点东西 闻着满箱 像是红烧肉之类的东西 日本版的红烧肉盖饭 来尝一口啊 这个就就是类似于日本叉烧肉那种汤啊 甜甜甜的 就是日本那种叉烧肉的那种盖饭 尝一口 它这个肉配着米饭 没有特别的东西 闻的倒是蛮香 吃起来甜甜的啊 浓郁的日本风味 多蘸一下它的汤 很明显的日式风味的盖饭 分量并不多 就这一点 就是按解放军的标准 这一餐绝对是吃不饱的 热量的话 这虽然是肉盖饭 但是啊 它绝对不够 绝对不够大于能量的消耗 而且很单调 没有配菜 如果这东西咱们国内超市的话 20块钱吧 够20块钱吧 你觉得 好吧 不过就口碑上来讲 还是可以的 如果你喜欢甜食啊 你喜欢甜食 吃一吃这个东西 还行啊 吃起来甜甜的 猪肉来说 口感还算不错 有肥有瘦 张嘴 总的来说呢 这就是一个超市卖的日式盖饭